你在這邊 時間還早 現在是12點15分 我們坐星宇航空 要去越南 但可以明顯看到這個 當然不是我一個人的行李 是大家的行李 期待吧 我們這次在越南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麼早來 因為我迫不及待 現在趕快上飛機 但上飛機之前 有一個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誰會想到可以在貴賓市吃到胡椒餅 妳有點胡椒餅嗎 沒有點對不對 記得點 妳喜歡吃胡椒餅嗎 我會吃 那一定要點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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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吃 吃 看 這次的餐跟我們之前吃的不太一樣 我們上次吃的有這個爆米粥 我們也有吃這個胡桐的燒肉飯 這次明顯是有炒飯 炒碗蒸 我們用前菜來 在這個飛機裡面吃餐 覺得飛機餐 說實話 以前我因為累了 在外景比較少吃 後來發現飛機餐如果做得好 也是很過癮 你什麼時候吃過飛機餐摸到會燙手 帶湯汁的炒碗蒸 它不是屬於我們所熟悉的日系的那一路的 就很軟綿的炒碗蒸 它反而有點像慕斯 然後它的湯汁是有的 栗子味道很明顯 柴魚湯的味道也有 它上面還有龍鬚菜耶 還蠻特別的 然後它說它這是芥蘭菜 前菜的部分是芥蘭菜 旁邊的醬汁看得很像胡麻醬 不是耶 它這個菜有一點帶醋感 酸酸的 然後這個 醃蘿蔔 上一次我們做新宇航空 吃的醃蘿蔔 或是它醃的那個白蘿蔔 你每次都覺得很好吃 這次 水準已久 接下來 插進去 輕輕鬆鬆拿起來 這麼大塊 牛肉 香 它是屬於那種燉牛肉 不是那種煎牛肉 牛排你有沒有 它的肉質是很軟綿 你看我現在這樣輕輕一擦 看通常就放 過去了 來喔 軟嫩 除了牛肉之外它的醬汁味道很明顯 他們講牛肉叉燒 但其實吃起來 它有點像牛舌 燉得很軟爛的牛舌 來問一下這到底什麼肉 你說這個牛肉是什麼肉 燉得很軟爛的 乍吃以為是牛舌 很軟爛的 炒飯是粒粒分明啊 上次的胡同已經刷新了我對 飛機餐的概念 的那些 以前的想法 這一次我覺得又不一樣 威士忌的基底 帶點微微的酸有一點像是 果醋加了威士忌的感覺 他 解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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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會辣 很好 很好 這一趟是我們 第三次 出國工作 然後做新宇航空 也是每一次的出國我們做新宇航空我最期待的時候 一個是他的貴賓室的餐 我個人非常喜歡 而且很推薦 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的飛機上面的餐 我也覺得非常不錯 經濟餐也好吃喔 要不呢 回程 我做經濟餐 我做經濟餐 我拍照給大家看 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一趟出來 是一家 六口 我們家其實三口 連我父親啊 我們是四口 再兩口的是 我認為的同學 還有我的經濟人 讓我們一群人六口 我們有三個人 是做經濟餐 三個人是做商務餐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我們想要感受一下 經濟餐跟商務餐 他的差異在哪邊 好 回程 我做經濟餐給大家看 不然很多人在網路上面 就會提說 你當然 吃的比較好 你做一隻商務餐 我有來試經濟餐 讓大家試一看 好不好 但經濟餐都不一樣喔 經濟餐呢 因為比較窄 我自己拍 有點鼻酸對不對 對 鹹蛋黃的 他講焦糖布丁 那坐在 一開始以為會是 打開來是有一層 上面這樣有沒有 脆脆的烤布丁這樣 但不是 你可以明顯看到 酸氣也很足耶 然後 裡面還有新米露 鹹蛋黃很明顯 有梨 哇 鹹蛋黃很明顯 你看這邊 新米露 鹹蛋黃的焦糖布丁 有啦 有一個焦糖香 但是鹹蛋黃來做布丁 還蠻特別的喔 基本上我們在做布丁 我們會放蛋 那但你如果說你想要它味道重一點 有些人甚至會拿來用鴨蛋黃來做 但是鹹蛋黃它是 經過 醃漬過 讓它變成鹹蛋黃所以它會凝固 有的甚至說它直接用 還沒有 加熱的鹹蛋黃 我們在吃的那個蛋黃酥 它就是這樣 整顆拿出來 然後來 下去烤過變成蛋黃酥 那這樣的話 它的優點是它的香氣會比較低 但它的缺點就會有一點沙沙感 這個 它的布丁跟我們想像中的布丁不一樣 它多了一種鹹蛋黃的那種沙沙感 整體裡面吃起來你是覺得舒服 好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我們做這個西服航空 從台北 台灣 飛越南的河內 我們所用的這個飛機餐 旅遊啊 是讓人家可以 紓壓 可以讓人家覺得可以 重新洗牌 甚至是 發現自己的不足 所以我覺得 有空 沒空 都可以找時間 多走走 遠的 出國 近的 我們在台灣走走 也都行 但是不要忘記 找些好東西吃 嗯 掰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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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